LS科學實驗解謎遊戲 現實目之中 想要讓孩子像科學界一樣解決問題 想要讓孩子不害怕科學 對世界充滿好奇 可以從下方的資訊欄 或左上角的資訊卡 點擊連結了解更多資訊哦 本節目由LIS情境科學教材製作 感謝大科學計畫每一個支持者贊助博主 哈囉 喂 有什麼新發現啊 哎呀 有到不得了 超大的發現啊 我隨便問一下 還真的有就對了 有 不過計算了 這個心臟收縮送進去動脈的血量 如果你每分鐘60下來做計算的話 每天心臟輸送出去的血 血就高到兩百多公斤啊 兩百多公斤 這麼多啊 對啊 如果依照我們之前所說 動脈鬆出去的血液 最後都會被身體吸收的話 那代表肝臟每天要製造 兩百多公斤的血液 但這很明顯不可能 因為我們每天只吃進去 兩三公斤的東西 肝臟怎麼肯製造出 兩百多公斤的血液呢 那如果不是肝臟製造的 這兩百公斤這麼多的血 又是哪裡來的啊 總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吧 天上掉下來的 對 天上掉下來的 蛤 你還好嗎 君不見 黃河之水 天上來 呃 新年功績發大財 不是啦 是奔流到海不復回啦 但其實這個河流復回的不得了啊 我們開始明明不久 河流流向大海之後 又會變成雨水 接著雨水又會降落 回到河流裡面 又變成河流又流向大海 其實它是一個循環系統啊 噢 所以你的意思也是 就是說這個動脈 它也有可能也是一個循環的系統 那它又是怎麼還的啊 對 它應該是一個循環系統 但動脈的血液看起來流向非常的單一 嗯 那它究竟可以從哪邊循環回來呢 會不會跟靜脈有關啊 我記得動脈跟靜脈不是都一起出現了嗎 嗯 靜脈 苦惱中的哈維想起了他的解剖學老師 曾在心臟和靜脈裡 發現了一種名為半膜的構造 這個構造可以防止血液逆流 因此心臟跟靜脈中的血液 都只能往同一個方向流動 這個資訊也讓哈維有了新的想法 嗯 所以這也就代表著 心臟和靜脈的血液是單向流動的 等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動脈的血液需要循環 而它也是單向流動的 而靜脈跟心臟都單向流動的 那不就代表著 代表著 代表著 我可以這樣做假設 動脈的血液輸送出去之後 流到身體各處 並且透過靜脈回收 回流到心臟 結果心臟再輸送出去 達成循環 對 好像有道理耶 所以 我只需要做幾個實驗就可以驗證 驗證看看動脈的血是不是都離開心臟 而靜脈的血是不是都輸送回來 是喔 那你要做什麼實驗 嗯 這 有幾個方法 啊 首先 我可以拿支血袋 綁住你的手臂 阻斷所有血液流動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我單純壓住你的靜脈 看你的手 會發生什麼事 為了驗證假設 哈維在受試者上臂處 樹上綁帶阻止血液流動 觀察到上臂開始充血腫脹 下臂變得蒼白冰涼 接著他鬆開對動脈的壓迫 看到下臂回復血色 符合血液會從動脈流向手臂 並且給予身體生命力的假設 之後他又看到 綁帶到手臂間的靜脈開始腫脹 像是血液淤積在裡面 也符合手臂血液會從靜脈流回心臟的想法 接著他找了一段靜脈 先壓住接近末梢的點 把血液往軀幹擠過去再壓住 中間那段血管就會因為沒有血液在裡面 而變得乾扁 這時他解除離心臟較近的點的壓迫 卻看到血管依舊乾扁 沒有血液流入 但如果放開離心臟較遠的點 就能看到血管又重新膨脹了起來 這也證明了靜脈中的血液 只會從手臂流向心臟 而不會逆流 好 我就來做個總結吧 首先 我先來重新定義動脈跟靜脈 不管血液的顏色 只要流出心臟的血管就是動脈 流入心臟的就是靜脈 而人體的血液是單向流動的 當心臟收縮時 血液受到半抹的影響 只能夠從左心室流入主動脈 接著他會透過動脈來到身體各處 最後離開血管滲入肌肉肩 提供這些生命力給身體之後 變成了暗紫色的血液 再被靜脈所吸收 然後順著靜脈回到右心室 接著再經由肺動脈前往肺部 在肺部補充生命力變回鮮紅色的血液 最後順著肺靜脈回到左心室 完成循環 這樣有問題嗎 哈維教授我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關於動脈血是怎麼進入靜脈的部分 既然它們都是同一個循環系統 那為什麼它們不會連在一起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認為是這個動脈中的血液到達末梢的時候 會流出血管 讓血液中的生命力呢 可以轉達給身體 你想想看 如果血液都會在血管中流動 那我們的身體又要如何獲得生命力呢 原來如此 真的是受教了 十分抱歉既然懷疑你的研究 我...不需要跟我道歉 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我當初啊 也是因為對椅子的說法抱持著懷疑 也才有了今天的發現 科學的本質其實就是懷疑 或許我現在理論看起來很對 但在未來的某一天 也許會觀測基礎的進步 你會推翻我也不一定 所以說 作為一個科學家 喔不 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人 要記得一件事情 永遠保持懷疑 請品嘍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